一阵秋雨一阵凉,用到了可以穿小西服,的时候啦,西服外套,早已不在单身职业的象征,反而一跃成为乐视毛巾们的傲藏型利器,西服家裤装最好看但是最好成套穿缺少变化,西服家裙子就不用那么拘谨了。 完全可以变着花穿出无数新鲜感哦,夏天的裙子还没收起来吧,快来和党老师一起搭一搭吧,西服可以搭哪些裙子呢? 一,中长款西装加小A裙,这个组合能交甜美俏皮和帅气概念两种感觉拿捏的恰到好处,常见的有牛仔面料。 提格面料,搭配平底板鞋就能青春活泼,搭配肩头跟鞋就能性感女人美,搭配短靴就能帅气洒脱二Oversize西装加包身裙包身裙性感修身,最能体现女性身材特别。 搭配上Oversize款的西服,最是能够松紧结合,洒脱大方又不是性感妩媚。 三,西装加白者裙,白者裙是最优雅风轻适合秋天的裙子,搭配西服可以穿出腔调十足的英伦风,变身复古浪漫的文艺少女寺。 简洁的西装加仙女纱裙,仙女纱裙是最要女人美的大品,但如果和直线款中性化的西服碰到一起,就能出现极曲混搭的化学反应。 飘飘的仙女裙和自带公器西装相互终合,美得更加有多样性。 五,西装加印花裙,印花裙丰富多彩,那印花和西装的简洁打气结合也是刚刚好。 只要配色合理,西装大印花裙,怎么都不会出错。 哦,西服,夹裙子的它配Tips1,松紧,很重要西服是比较男性化的,现在也正流行oversize款。 如果宽松的西服再搭配宽松的裙型,松松搭配可不是谁都能穿好看哦。 解决的办事是选择修设宽小西服加宽松裙型,或者宽松西服加宽松裙型, 可以加条腰带二腰线很重要西服,如果搭配过些半寻,会出现五五分身材的尴尬。 对于小各自女生更是吃亏我,解决的办法可以选择有收腰款的小西服, 也可以通过高扎腰和加腰带来调高腰线来平衡身材比例我。 三,简凡搭配很重要西服也有格纹、桥纹等等常见的花纹。 如果花纹复杂的西服再搭配印花丰富的裙装,就会显得闹腾,视觉疲劳无处着眼哦。 轻松点还是简凡搭配最好西服配裙子,真的是可以搭配一年四季的裙子。 注意上面的Tips长的短的,厚的薄的,几乎没有难度,还不会回去动手搭一搭吧。 更多惊喜等你去创造、声明、文字原创、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亲权请联系我们删除。 谢谢,没有美的沙泽,量流量的科学,欢迎关注我们一起科学半量。